G7国家领袖在德国召开峰会 在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攻势的同时 G7领袖在首场会谈上 也大开俄罗斯总统普廷的玩笑 说天气炎热 要不要干脆学普廷打赤搏骑马 而第一天G7聚焦的是中国的威胁 推出G7版的全球基础建设计划 来对抗一带一路 未来五年将由G7政府及民间企业 共同投资6000亿美元 协助开发中的国家强化建设 围堵中国在全球的政经影响力 意图明显 齐聚德国开会的G7领袖 不只展现抗俄决心 第一场会谈的暖场笑话 也不忘拿俄罗斯总统普廷开刀 央光普照下开玩笑说 想学普廷打赤搏 但这一天G7先聚焦抗中 美国总统拜登没点名中国 但总值6000亿美元的庞大基础建设计划 明显是冲着中国的一带一路而来 欧美长期以来批评中国对穷国经济施压 以基础建设投资换取政治及战略利益 G7版的基建计划除了政府注资 也会有民间企业加入投资 有意降低主权扩张的疑虑 3000亿欧元将来自欧盟 日本也将投资650亿美元 事实上G7基建计划 去年在英国举行峰会时就提出 今年重新命名再次推出 希望让各国自我检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但全球震惊情势剧烈变化 重新包装的基建计划能否真正起飞 还有待观察 张力德编译